立刻传旨 刘妃赐死 果怀凌迟其事 不必传旨了 陛下一切都是臣妾所为 扣准从郭怀的身上 搜出了一件大逆之物 正是假玉玺 那道假圣旨 就是从碧云宫所发 皇上和陈妃就差点 罹难在这块玉的身上 于是带着郭怀立刻进宫 皇帝得知刑拉案告破 陈妃情急真相是什么 扣准到出这害人的东西 正是从陛下的熟人手里得来的 皇帝一看这个熟人 正是郭怀 就知道杀他的人 正是刘娥了 皇帝大失所望 一时间心里有些难过 扣准向他禀告 今夜郭怀本想将假玉玺撕埋 这才被他们提前埋伏 人赃俱获 包拯与扣准已经将案子 真相大白 余下的就是皇帝的家事 皇帝审问郭怀假玉玺的来处 郭怀将罪责 都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 请求皇帝将他千刀万剐 剁成肉泥 皇帝却满眼含泪 痛失所望的感慨 好一个贤淑的刘德飞 郭怀在狡辩 声称跟刘娥无关 皇帝大怒 但是又不忍心下杀令 包拯是守法之人 不能看着凶手逍遥法外 一次又一次地放过 扣准当然 想扳倒刘娥也负义 似此等妖妃 身居后宫蒙圣上安宠 却不思回报 竟丧心病狂 抑郁势主 这等妖孽绝不能留 请陛下清理后宫 陛下包拯所言极是 望陛下不必迟疑 臣妃看出皇上想心词手软 叫他们不要逼迫皇帝 一直迟疑的皇帝 听到陈飞的话 气急败坏的就要 刺死刘妃 郭怀凌迟 没想到 刘娥主动跪下认罪 以退为进 声称自己没想到 会惊动皇帝 又开始使用苦肉计 利用他们的感情 愿怪自己太爱皇帝 不心深重 一世癫狂 他也承认自己 只是想杀死李 可现在一切都晚了 他情愿临死 这郭怀 又开始跟着野哀嚎 这与刘妃合肝 刘妃叹气 可怜他这个忠心的奴才 跟着自己 没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 天天想着害人 现在终于轮到他们了 转头又向李妃跪下 表示歉意 皇帝却阻止李玉乱发善心 他要看这个恶毒的女人 还要这怎生演戏 刘娥失望地看着自己的丈夫 人知将死其言也善 他这个头是真心的 他希望自己死之后 李玉不要再记恨他了 转头希望皇帝 答应自己一件事 死了好啊 死了 一切都解脱了 皇上 臣妾 想最后求您一件事 望皇上 看在多年患难夫妻的份上 能够恩赠 患难夫妻 就是那个顾佑杀手 欲知朕于死地的患难夫妻吗 刘妃求皇上能放郭怀一条生路 郭怀表示一起 共死 皇帝 不谢 别再一唱一贺地卖弄一套了 他们真的以为皇帝 可欺吗 立刻将二人 积押要明日 行刑 出门的寇准 却深深地叹了口气 包拯不明白 刘妃即将扶诛 丁卫一伙示威 这不正是他想看到的结果吗 寇准却早已看破刘娥的手段 好一个刘娥呀 这一次竟然不哭不闹 以退为进 自认罪行 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呀 难道会有高人为他指点 寇相 这是何意 不知道这个背后高人是谁 包拯实在不明白寇准是何意 寇准却说 他真的以为皇帝会赐死刘娥吗 包拯糊涂了 皇帝亲口下旨 寇准让他想一想 皇帝若真想除掉这个祸害 用等到明天吗 包拯以为是明正典型 寇准只恐怕明日 非但无明日 无点无形 还会不了了之 包拯不相信 皇帝会这么做 要不说 寇准老认为包拯太年轻 包拯想不通其中的弯弯绕绕 以为寇准又为了制衡 知术 为刘妃开脱 寇准只是笑了笑 不知是悲哀还是欢喜了 果然 皇上下旨赐死刘妃会后悔 他实在是犯了难 他竟难以割手 对刘妃十几年的情感 陈灵劝他换来的确实 是君 皇帝 眼神发狠赐死 其实对皇上的这种心态 李妃早已觉察到了 他找到寇准 他知道 要不是寇准 和陶三春 他们帮助自己 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 命早就没了 寇准早知他来意 认为他今天不该来 就陈妃一个人在宫内 却牵扯了宫内外许多人的心 像杨家江和陶三春等人 他们可以不用说 可陈灵寇珠 可都是提着自己的脑袋 来保护他的命 一旦刘娥知道 这二人站在他这边 还有命活了 如今他们终于盼到了 这一天 刘娥是做法 自闭 可陈妃为刘妃 与皇上说情 陈妃也知道 大家的一片苦心 只是皇帝 所以刘娥的感情很深 这份感情对他礼遇是不一样的 皇上对刘娥可能会骂 会恨 甚至会发痕 可是他们只见有一种 丝丝缕缕的东西在维系着 就像脸偶一样 断偶练丝 他不是汉武帝 也不是唐太宗 他是个多愁善感的人 更知道那句赐死 皇帝早也后悔 如果自己不来 事情会更麻烦 皇帝一定会找理由阻止 很有可能把丁卫王轻弱 再搬出来均衡 势力 取个折中 织法 从中调和 与其如此 倒不如他们退让一步 可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据我对皇上的了解 他一定会这么办的 对付皇上 我是有办法的 透准能让郭怀留娥送命 自然也能让丁卫王轻弱滚出朝堂 对于陈飞他实在不知道说什么 陈飞真的只是为了皇帝吗